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伯谷频道的时间 上一集李文昭师傅跟我们说了兔 龙 蛇 今集我们会说哪三个 师傅 马 羊 后 马 羊 后 记得朋友仔 看之前或者同事 赞好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打开铃铛 一有心变就会立刻通知你 事不宜遲 李文昭师傅 我们先说马 好不好 OK 那马的生肖是怎样呢 师傅 因为马是繁太岁 所以你的环境会比较复杂 多变一些 要改善跟朋友的关系 否则的话 所力会比较大 即是跟朋友可能关系就不太好 那就尽量有什么事情 有心兵器和大家出来拆掉 是 感情文呢 师傅 感情文的仁义就少少欠佳 是 所以要注意防范一些小人 是 男女感情方面 也有很多异性出现 是 但是呢 机遇把握得不太异性 甚至叫做有厌无分 哦 师傅这些算不算呢 难桃花 是的 对了 即是女儿也多 但是儿子也多 但是儿子也多 但是你吃不吃到呢 你自己也吃不起 是的 好 师傅 师傅 事业运呢 事业运方面发展是比较暢神的 嗯 把握得好 会有新的突破 嗯 会可以脱荣而出 可以的 但是要小心一点 否则的话 你会容易犯的是非 官非 各方面的问题 好 如果这样说的话 其实2月3月11月 这些是不好的嘛 是的 就是容易有官非是非 是的 甚至乎你多努力去做那件事也好 都未必有二期的理想 是的 是的 那好的日份呢 师傅 好的就是6月到7月 嗯 贵人有力 那就很好把握机会了 是 会不会说这个时期是做些 比如说什么进修 会比较好一些 嗯 都可以的 嗯 进修 学多些东西 或者投资 各方面都可以 都是这几个月份 即6月至10月 去做比较好的 好了 那财云呢 师傅 财云都比较旺 比较多的 嗯 所以就适要去 找中 或者动中求财 嗯 当然了 花后就会比较多的 用热菜来裁去 嗯 那就是偏材会不会也差一点 嗯 偏材就会弱点 所以要小心偏材的方面 是 就是不要炒股 赶钱 那些就小心一点 是 都是做多些正常的东西 是 那会不会说健康运 有很多毛病 师傅有吗 都会有些毛病出现 是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保养 注意休息 要不然的话就会腸围 皮肤 手劫的方面出现问题 哇 那其实是一些 濕疹的病 师傅你说的那些 是 是 那记住啊 朋友 一定要多些休息 是 好了 那我们就再说下一个新潮 好了 接着就到羊了 师傅 听闻好像201年的羊的身次 好像不太好 是 因为羊就是冲太岁 是 所以你要注意 因为是凡太岁 叫凡太岁 所以容易有些走动变化 而且走动变化是不好的 是 空中藏吉 吉中藏空 是 还有一些 强的 虎视眈眈 所以要逢攻守法 是 防攻守法 是 否则非公非就会过来 是吗 那感情呢 师傅 感情也不是那么理想的 是 有一种 离群独处的现象 是 一种孤陆无助的现象 是 所以就放下自己 神际自然 是 要 尽忠求胜 是 就是如果有拍拖那些 其实也很难维持到 是 是 因为冲 冲代表变化变动 对 犯太岁 那就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既然是这样 有什么事 尽量多一点沟通 尽量摊开来说 不要抽策 发生了什么 不会呢 在2021年宿 羊的人 真的很容易分手 是 那时分呢 师傅 时分都有比较多的阻力 有很多的制装 所以注意同时 朋友 上级之间的关系 做好一点 是 这样就可以化解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容易引起一些磨擦 是 是 是 当然了 师傅各方面也要逢工守法 否则会犯一些官非 是 是不是4月到7月了 师傅 是 4月到7月就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所以就要把正财为主 偏财就没碰了 嗯 还要以防受偏 嗯 哦 即是什么网上那些 是的 就小通一点 对了 大家就不要那么蠢 都被骗了 是 很可怕 那 师傅健康运呢 健康运也是偏弱一点的 因为压力会比较大 是 睡眠不太好 所以会引发一些健康 比较弱一点的 要注意那些腰部 呼吸系统那方面 是 即是会不会说情绪 起动比较大 是的 大起大落 情绪比较大一点的 是 所以就 压制自己的情绪 是 就很容易有东西想不通 想不开 是 哇 我觉得很差啊 好了 不开心 我们试试试试说 几好的生肖 师傅 喉呢 喉呢 就会比较好的 因为他有那个天气吉星 嗯 会有一些长辈上的贵人 或者公司上的贵人 上级啊 嗯 招致 嗯 所以呢 机会是特别 多一点的 哦 那喉子 不错啊 是啊 那喉子的感情文是怎样的呢 感情文的方面呢 会比较好 嗯 所以呢 他的感情文呢 会比较好 但是呢 说话有点心点了 否则的话 招致一些无妄自在 无妄自在的意思是第三者 嗯 是非口舌 是的 各方面呢 而性方面是比较投影的 嗯 也尽而会引发一些第三者的方面 嗯 如果想结婚的人呢 那就要 速箭速结了 哦 即是想结就快点结了 是的 或拖慢 一拖慢呢 又怕有别人介入 是的 哦 喉子的那些小心点 那时月呢 师傅 时的方面其实也有点复杂 嗯 但是要小心点 步步为应 嗯 就是静观其变 嗯 哪几个月份是比较好 比较好的是 8 9 11 和12月 是 阻力大一点的 就四到七月 是 好的那些会不会有贵隐相助呢 会的 有贵隐的 那你做好月份呢 就把握了 自己神势而上 是 那不好那些月份呢 我们应该要多些静观其变 是的 要三思而合 不可以太过冲动 是 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 是 聊一宗生意的时候 就尽量想清楚一点 是 不要太冲动地做 或者是肉粗粗不达 嗯嗯 好 那财运呢 财运呢 付出和收获 都基本上是剩余的 都是属于比较理想一点 是的 正财比较有利 还财呢 就会稍弱了一点 是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 还财又收获了一些 都是做正财 好了 还财也是那几样东西 其实都是 都是股票 基金 黄金 赌钱 这些就尽量少做 就尽量求正财 我们 就不能太贪 还财也不可以太贪 反而被人骗钱 或者引发一些经济纏 但是师傅说 其实正财呢 除了自己打工 做生意 赚钱之外 还有哪些是正财 多罗多得的都是打工 或者做生意 都属于 做生意的方面 打工也是 就是 只是这两样东西 比较正财 是的 所有投资成分 都 投资那些 如果你买的物业 其实都属于偏向正财 哦 偏向正财 就是卖楼的那些 对 卖楼的那些 对 那健康运呢 师傅 健康运是比较理想的 当然 在努力拼搏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休息 至于心血管和人生病方面 所以问题不大 都是要小心 OK 其他各方面都比较理想 是 但会不会老人家 会不会特别差一点 是的 老人家的那些 就要注意一点 是偏逸一点 OK 那就是说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的朋友 一定要比较注意老人家的身体 特别是心血管和眼睛的问题 是的 好了 李文昭师傅 就跟我们说了 马、羊和猴子这三个生肖 是的 那师傅 下一集会是哪三个生肖 鸡、狗、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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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最后了 最后 记住 属于这三个生肖的朋友 记得要看我们下一集的八股频道 因为听闻这三个生肖的反差 好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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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